Hello 大家好 我是十月 上期视频说到 外传性质的G战EX 在销量与口碑上的双丰收 让G战系列终于有了延续系列化的敌气 在此之后 G战系列也是不负众望 很快便迎来了系列的首个巅峰 1995年3月 第四次超级机器人大战 登陆任天堂SFC平台 作为G战系列史上 首部普通版单价突破1万日元的作品 第四次超级机器人大战 无论是系统的再度进化 还是参战阵容的全面拓展 都可以说对得起这份含金量 系统方面 本作最大的突破自然要数 增加了在之前作品中 未能实现的主角选择系统 在第四次超级机器人大战中 玩家可以从四男四女八位主角中 选择一位作为原创主角参与到剧情中 每位主角还会依据玩家所选的生日 血型和性格不同 拥有不同的能力和精神指令 而在系列后续作品中 衍生出多部经典后级机体的 古伦加斯特和兄鸟 也是在本作中 分别以超级系和真实系 原创主角级身份 首次登上机战系列舞台 除此之外 第四次超级机器人大战 还对角色的能力值和状态 有了更加细致的分类 比如机师有了远近攻击能力值的区分 而一些角色在原著中的特殊能力 也在本作中 被以特殊技能的方式还原 例如高达系列中的 阿姆罗卡默等人的NT能力 而像圣战士 重战机等作品中的精灵 则被赋予了与驾驶员一样的待遇 让其机体享受多人份精神指令 除此之外 当伙伴或敌方单位被击坠后 气力值会上升 防御与反击指令的选择等新设定 时至今日仍被系列所沿用 参战阵容上 本作延续了第三次超级机器人大战的理念 在传统玉三家的基础上 大量吸纳各式其不同风格的作品加入 因此除了重战机 断空我 豆匠戴莫斯等精炼超级系作品外 小说高达前哨战中的EX-S高达 和圣战士登拜音OA版动画中的 瑟白安等几台强力机体 还以未公布参战作品的形式 被隐藏在游戏中 直到游戏发射后才被玩家发现 可以说是相当有诚意的意外惊喜 随着系列参战作品的不断增加 第四次超级机器人大战 还贴心地增加了机器人大图件 角色大事点等鉴赏功能 以方便玩家查看原作的剧情设定 剧情方面 本作的故事发生在第三次 超级机器人大战的三个月后 因此前数次战争而近乎荒废的地球 如今依旧未能如愿迎来和平 小范围暴乱与地区战争依旧不断发生 在这样的背景下 无能的地球联邦却通过了 放弃宇宙移民 奉行地球至上原则的议案 这一政策 很快便受到社会各界的激烈反对 于是在加米托夫准将的倡导下 联邦成立了维持治安 镇压暴乱的特殊部队提探斯 另一边 朗德贝尔队因受激战EX中 拉吉亚斯事件影响 而一度在地上世界消失 联邦军高层以此为理由 对朗德贝尔队进行了权力和规模上的大幅度削减 宇宙方面 女帝哈曼在小行星阿克西斯上 以扎比加唯一继承人汤小美的名义 招募了大量基联旧部 以此建立起了新DC 驻在火星上的机械化人类首领东左沙 则以正统之名组建了元祖DC 与此同时 由反对联邦政府及提探斯做法的布列克斯准将 科特罗大卫以及基利亚姆等知识成立的反联邦组织奥古 也以宇宙殖民卫星赛的意味根据地开始了活动 在这样暗流涌动的紧张气氛中 朗德贝尔队遇到了名叫塔巴迈罗德的异性人及其同伴 并且从塔巴处得知了其故乡星球的敌人 波赛达尔军开始入侵地球的情报 就在朗德贝尔队全力应对眼前紧张复杂的局势时 新的一些人盖佐克军团 以及异世界贝斯特维尔等各路敌队势力也出现在地球 看似偶然的事件如此接连的发生 事态已然混乱到了极点 随后朗德贝尔队又因为与提探斯的争端被诬陷为叛军 所幸超电磁飞雷丁大魔神等同伴陆续与本队会合 而且增加了受战机队神异族戴默科技工业等新的战力 并得到了破兰财团的财力支持 自此以布莱德为首的朗德贝尔队开始作为独立部队继续作战 就在朗德贝尔队因为复杂的战况而不得不兵分两路同时作战的情况下 安藤正树在新宿遇见了白鹤仇 白鹤仇说出了一系列事件不为人知的内幕 原来数年前白鹤仇在参考异性技术制造古兰森时 当时负责与国联秘密往来的异性人首席数据官萨萨纳恩曾透露过他的计划 引起包括近一年间爆发多次大战在内众多偶然事件贫发的根源 便是异性人以各种方式向人类提供科学技术一事 萨萨纳恩认为地球人虽然知性底下但却天生好战 因此向地球提供科学素材很快就会变成军事上的技术成果 这些军事技术又可以为萨萨纳恩所用 而当白鹤仇解开最后一个课题 即战国魔神的神秘陨石能量之谜 并将其实际应用于古兰森的系统后 萨萨纳恩眼中这个作为实验场的地球也就失去了价值 作为不合格宇宙文明的地球也就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 当年的彼安博士正是预见到这一点才成立了DC 对象的朗德贝尔队一路追击着异形人军团 途中先后击败了位在联邦失去地位而前来复仇的提坦斯 来自异世界争夺地上霸权的贝斯特威尔军团 以及哈曼统领的新DC等敌人后 又意外在宇宙中遇到了第三次大战中 前异形人四大天王之一的梅克波斯 从梅克波斯处得知他们与萨萨纳恩属于同一文明体系的异形人 而目前异形人的高层中坚持要与地球作战的顽固派 实际仅萨萨纳恩一人来到火星的朗德贝尔队以闪电般的攻势 击破了与萨萨纳恩结成同盟的机械化人类 东左沙所领导的元祖DC的防线 随后攻向火星的异形人军团大本营 在这颗红色星球上守护地球的钢铁英雄们 与萨萨纳恩展开了决定地球命运的最后决战 至此以DC战争为背景的元祖基战系列 在剧情上迎来了完结 而最终38万份的销量也证明了 如今的基战系列依然拥有了相当稳定的受众群体 一年之后制作组趁热打铁将第四次超级机器人大战 移植到了风头正进的索尼PS1平台 并命名为第四次超级机器人大战S 其中S为英文Scramble的首字母 第四次超级机器人大战S 除了对原版的一些bug进行修复 并对平衡性做出调整外 还追加了全新的关卡和CG动画 而作为一部一致版游戏 最终48万份的惊人销量 标志着基战新作 登陆32位主机已是势在必行 这里说一下 关于发售在第四次超级机器人大战之后的魔装机神 10月会在OG系列的回顾中进行介绍 而新超级机器人大战 10月在知情的视频中已经进行了回顾 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前面说到1996年左右 以索尼PS和释迦土星为代表的32位主机大战 已经全面爆发 眼间竞争对手索尼 在第三方阵容中又添一元大将 手中拥有卯部核弹级机器人动画游戏改编权的释迦 找到了帕布雷斯特 希望帕布雷斯特能够制作一款 释迦土星独占的第四次超级机器人大战 释迦的这波操作就涉及到32位主机大战时期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那就是当时释迦和索尼 为了能够赢得这场战争的最终胜利 都在争取第三方独立游戏这方面 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而实在争取不到独占的 也会在版本内容上大作文章 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 就是10月之前回顾过的 街霸03 两个版本虽然同为遗址版 但PS1和世家土星两个版本 在内容上说是两款游戏也毫不为过 在这样的背景下 看好基战系列前景的世家 决定利用手中的版权优势玩不得大的 而这部核弹级机器人动画 便是新世纪天鹰战士 很快Wikisoft就开始了 这部暂定名为 第四次超级机器人大战Plus的游戏的制作 考虑到EVA当时的影响力 制作组在制作之初就决定 将EVA的全部剧情加入到游戏中 这也就意味着要对现有的第四次超级机器人大战的剧情 和流程进行大规模的修改 面对这惊人的工作量 制作组决定 干脆直接制作一款全新的第四次超级机器人大战 于是1997年9月 基战历史上不朽的经典 超级机器人大战F 超级机器人大战F完结片发售 作为集系列之大成的第四次超级机器人大战的终极形态 基战F和F完结片在系统上的变革 并不像前几座那样明显 调整内容基本都以优化为主 例如依据机体强弱 对可搭载插件数量进行限制 而由于游戏一开始就预定分为两部制作 因此在基战F和F完结片前期 机体最多只能进行五段改造 这使得游戏的难度大大提高 要知道 当时的基战是无法关闭战斗画面和进行及时存档的 因此即便使用SL大法 想要通关某些关卡 也需要消耗大量时间和精力 当然也因此诞生了修理机升级大法 暴走初号机战法 吉姆王地图炮青图等回忆满满的经典玩法 相比之下 剧情方面 由于加入了新世纪天鹰战士 飞跃巅峰 高达W剧场版等多部高人气新参战作品 因此不但剧情关卡数量大大增加 角色间的跨作品联动更是经典频出 比如由林友德对真思进行修正 据说就是由艾瓦的监督安夜秀明提出的 而魔神Z之父永景豪更是亲自下场 为魔神Z设计了受盖塔射线影响而进化的超人气机体 魔神凯撒 最后再说几个与基战F和F完结篇有关的趣闻 前面提到基战F和F完结篇原本是世家土星独占游戏 其实促成这件事一个关键背景 就是世家当时正与帕布雷斯特的东家万代进行合并 结果由于种种原因 两家公司的合并未能实现 于是帕布雷斯特急不厚道的在一年后 推出了PSE遗址版基战F和F完结篇 虽然不知道两家公司之间是如何处理的版权问题 但从结果来看 世家绝对是赔了富人又折兵 对于基战F和F完结篇的制作也是诚意满满 甚至还因此终止了魔装机神 和新超级机器人大战两部作品的续作的开发 结果就是前者等了16年才迎来续作 后者直接没了下文 而原本被安排负责新超级机器人大战续作开发的四天贵信 更是不止一次在访问和社交媒体上对此进行吐槽 足可见其对此事颇有怨念 除此之外 为了吸引女性玩家 制作组还特意邀请了女性化石和野性子 为第四次超级机器人大战中的八位主角重新绘制了例会和投降 然而这八人中只有伊鲁姆和毛林进入了OG系列 尽管超级机器人大战F和超级机器人大战F完结篇 算不上是一部完美的作品 但绝对无愧于Wikisoft时代最强最经典机战作品的称号 最终双平台85万和78万的销量 更是为元祖机战系列画上了一个圆满的记号 而这一销量记录 直到2022年才被机战30打破 之后随着Wikisoft与帕布雷斯特的分道扬镳 机战系列的接力棒也被交到了 更为我们所熟知的四田贵信手中 至此一个全新的时代即将开启 好了以上就是元祖机战系列回顾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别忘了关注加一切三连 咱们Alpha系列再见 拜拜